各位好,我是甜甜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则美国的新闻 一名19岁学生惨遭截肢 或因吃了外卖的剩饭 最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报道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美国一名19岁的学生 只因吃了前一夜剩下的中餐外卖 而患上致命败血症 不得不将他的双腿和全部十根手指截肢 才挽救回生命 一位YouTube博主 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这些案例 拍成了视频 重演了当时的情景 目前该视频已有超过95万1000次观看 事情是这样的 19岁的学生JC 吃了前一碗打包剩下的中餐后 开始呕吐 并出现寒颤 全身无力 呼吸急促 头痛 视力模糊和胸痛 他的皮肤也开始慢慢变成紫色 朋友一看不对劲 便立即决定带他去急诊室 在车上 JC的颈部变得僵硬而不得动弹 当抵达医院时 医生发现他面色苍白 发烧高达105华氏度 心率每分钟跳到166次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抢救中 JC的呼吸开始恶化 同时 由于血液循环不良 和血液含氧量不足 导致他全身的皮肤呈蓝紫色 一直从脸上蔓延到胸部 腹部背部和手臂腿部 尽管医生进行了及时的静脉注射和吸氧 但JC的病情继续恶化 血压降至70毫米拱柱 脉搏越来越虚弱 医院决定 派直升机将他紧急送往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一到医院 JC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并且患有多器官衰竭了 医生一看 这是患上了由脑膜炎囚菌病引起的败血症 脑膜炎囚菌直接导致他的肝脏衰竭 血液凝固 同时他还出现了坏居的症状 严重的话 身体组织会因感染或血流不足而死亡 无奈之下 为了挽救这位19岁年轻人的生命 医生不得不截掉他的双腿 和全部十根手指 根据专业网站的说法 JC患上的脑膜炎囚菌病 是由细菌引起的 通常通过咳嗽或打喷嚏时 流出的唾液或空气飞沫传播 密切接触 住在同一个家庭 或是共用餐具食物或饮料 也会传播这种细菌 JC很可能就是吃了前一天晚上 在一家不知名的中餐馆打包的饭菜 里面有鸡肉米饭和捞面 但JC的另外一位朋友也吃了同样的剩菜 可是他只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也没有JC来得这么猛 现在在接受了抗生素治疗后 JC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 目前尚不清楚 JC在吃剩菜前有没有放进冰箱储存 而且他只接种了 三剂脑膜炎囚菌疫苗中的一剂 不过这个案例真的给爱吃外卖剩菜的朋友们敲响了警钟 剩饭剩菜以后千万不能乱吃了 根据webmd网站的说法 细菌是可以在室温下快速生长的 因此将剩菜存放在冰箱里很重要 首先在储存前尽量防止剩菜被污染 比如有人在附近打过喷嚏 或者多人吃过的菜就别带回家吃第二顿了 其次尽量只使用干净的容器来储存食物 最好将剩菜包装在尽量可能蜂蜜 小且干净的小包装盒中 不要给细菌繁殖的空间 最后剩菜不宜放太久 不要将剩菜存放在冰箱中超过三到四天 也不要依靠味道和气味来判断食物是否还好 有时候剩菜看起来和闻起来好像没问题 但其实是有汗 但其实是含有有害细菌的 根据FDA食品准则 所有已经打开的食品最长七天也要扔掉 这是来自foodsafety网站的图表 是冰箱中食物的储存指南 上面还注明了储存温度和一些注意事项 请小伙伴们参考 另外还有一些食物是非常不适宜多次加热的 换句话说 下面这些食物如果第一次吃不掉 最好就不要再隔夜吃了 比如鸡蛋 绿叶蔬菜类 海鲜类 甚至还有米饭 辣样牙包杆菌 广泛存在在自然和食物中 在室温内极易繁殖 进而引发食物中毒 米饭等淀粉类的食物最容易受到污染 受污染的食物不会出现明显的变质 剩饭即使在食用前加热废煮 牙包也不易死亡 所以每次煮饭时 最好吃多少煮多少避免风险